台北國際藝術村 最近要來跟異想世界搶生意 策展人把自己變成電視節目的製作人 把藝術村布置成攝影棚 訪問藝術家 藝瓶人 還有藝郎經理 大家都知道 藝術家有很多鐵馬行空的想法 甚至有不按牌理出牌的舉動 所以在他們的節目裡面 有藝術家搬出了盆栽來受訪 甚至現場點燃鞭炮創作 來參觀的民眾 都變成錄影觀眾 彷彿在觀賞一場藝術實境秀 群身分雜的展覽現場 亦改你對藝術空間的想像 各領域藝術家變身攝影師 燈光師和音控 加上道具桌椅 台北國際藝術村 變成一間電視節目攝影棚 因為這次展覽的性質的特殊性 所以我就像你講的 我必須成為一個電視節目的製作人 從企劃 節目的企劃發想 以及連敲通告 有時候我也要自己幫我講 你要不要來上個通告 策展人曹良斌第一次當節目製作人 還要身兼主持人串場 控制現場制勢 像有一個台灣藝術家 他直接拿一個盆栽放在他的座位上 所以我要介紹他說 接下來我們歡迎藝術家邱成紅 結果鏡頭一帶到是一株玉山元柏 然後我們要試圖採訪一個玉山元柏 然後所以他某種程度挑戰我 然後他也丟一些有趣的問題來回應我 錄影現場甚至有來賓直接放鞭炮進行創作 不安排裡出牌的藝術家性格 令人難以招架 曹良斌以節目形式介紹 住村藝術家的作品 並開放時間讓藝術家直接打廣告 他希望藉由這三集名為藝術頻道的節目 凝聚藝術圈的成員 也從中探討當代藝術中 展演與表演 展場與秀場之間的關聯和一頭 我們講一個展覽 在英文叫做秀 一個表演 一個展覽 一個秀 但那個秀的成分是什麼 就是那個展演跟表演之間 很多人上電視節目 現在有一個鏡頭看我 我某種程度有些人會太鏡頭意識 太意識到被觀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會很不自在 然後會有一點表演的成分 沒辦法很自然 但是 可是有些人可以 你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這個錄影的過程中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一個 你真的覺得他在表演 那或者是他就是 他明明不是做行為藝術的 但是你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有東西夾在那裡 然後他會把一些人的 一個內在的狀態 會勾引出來 好像 遼迫召喚出來 對啊 所以 我也還在試圖理解 那個錄影過程發生的很多事情 把電視台才能看到的元素搬到展場裡 團隊合作完成的三場錄影 讓觀眾透過鏡頭請進藝術家 也成了一出窺視藝術圈的實境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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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